比如说53的平方 那这个呢是符合我们前面讲过一个规律 就是十位为五的两位数的平方 我们可以直接写这个结果 它的高两位呢就是等于25加上这个个位3 所以呢等于28 高两位就是28 然后低两位呢就是这个3的平方 也就是09 所以在53的平方呢直接就等于2809 再看一个五十几的平方 比如说55的平方 那这个更简单了 它符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尾数为五的平方 所以它这个低两位呢就是25 高两位呢就是这个用5呢 去乘以比它大一的数乘以6 所以结果呢等于30 所以这个里面就写成3025 55的平方 再看56的平方 56的平方呢我们利用 十位为五的技巧 十位为五的两位数的平方的技巧 我们可以看它高两位呢 是等于25加上6等于呢31 所以这个就是31 第两位呢就是等于6的平方了 就直接写成36 所以这个结果是3136 再看一个最后一个五十几的平方的例子 59的平方 那这个它又同样符合上面的规律 这个十位为五 所以这个高两位呢就等于25呢加上9等于34 所以高两位是34 然后第两位呢当然就直接等于9的平方了就等于81 所以这个59的平方呢就是3481 好下面我们进入60几的平方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64的平方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不用计算了 因为我们玩过2048或者是知道二进制的都有这个规律 这个64呢实际上是二的多少次方呢 六次方 它的平方呢就是二的六次方再来二次方 实际上就是二的十二次方 这个直接可以写出来等于4096 因为二的十次方呢是等于1024的 1024再翻一翻呢是2048 再翻一翻呢就是4096 好我们再看一个65的平方 这个呢又符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尾数为五的两位数的平方 所以这个平方的第两位呢 直接可以写出来等于25 高两位呢就可以写成6呢 这个6乘一个比他大一的数就是7 所以等于42 所以65的平方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等于4225 再看 67的平方 这个呢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100 可以用凑100的方法 100 底下呢 因为这个上面呢100比67大33 所以下面这个也应该比他小33 所以就是34 然后用他两相乘 然后再加上这个距离的平方 现在这个67和34的距离 或者是67和100的距离是一样的 都是33的平方 所以这个结果呢就等于3400 加上这个33的平方 如果你前面已经比较熟悉的话 你应该直接把它写出来就是等于1089 所以就可以迅速的算出来这个67的平方就等于4489 好这是一个67的平方 那么我们再看70几的平方 比如说75的平方 那么这里面呢又符合了我们讲的尾数为5的两位数的平方 这个直接可以写低两位呢等于25 高两位呢直接写7乘以一个比他大1的数呢就是8 所以7乘8呢等于56 最后的结果呢75的平方就是5625 好我们再看一个77的平方 这个呢同样又可以用凑100的方法 上面凑一个100 100和77的距离是23 所以我们还要找一个比他小23呢 那也就是54 再加上一个他们距离的平方 77和54的距离呢 23 23应该是23的平方 所以这个结果呢就是100乘以54 加上23的平方 所以就是5400 加上23的平方 你应该能够快速的把它写出来 就是529 所以这个结果呢就等于5929 当然了 如果你77的平方 你不想那么做的话 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7的平方呢写在前面49 这个7的平方呢写在后边49 但是这个9写不下 所以这个4要写在中间那个格 然后中间再写上这个2乘7乘7 等于7749 49乘2呢等于98 所以这个中间的地方 要加上一个98 这个8和4要相加 9和这个9相加 这样做也是可以 等于呢 5929 跟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我们下面继续看80几的平方 81的平方 对于这种类型 由于它的个位和实位呢 数字都比较小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 其中的一种方法 叫三个格子 然后8的平方呢写在下方64 然后1的平方呢写在右方等于1 然后中间这个格子呢写上这个8乘1乘2等于16 那这一个格子写不下呢 我们就写到前面 1和6 这样合在一起呢就等于6561 或者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 81的平方呢 我们把它凑成100 上面是100 然后呢下面是因为81和100的距离呢是19 所以呢下面要凑一个比81小19的数也就是等于62 然后还要加上这个距离的平方 因为100和81的距离呢是19 所以是19的平方 那么也就是等于6200呢 加上19的平方呢 你应该快速的把它算出来 快速的把它写出来等于361 所以合在一起呢也等于6561 对于这种类型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左边的方法 也可以用右边的方法 但是如果这个数字更大 就是它的个位和实位更大 比如说88的平方 那我们就用凑100的方法比较简单 上面是100 下面呢是76 然后距离呢是12 所以就是12的平方 也就等于7600呢 加上144 所以等于呢7744 所以对于这种个位和实位都比较大的情况呢 凑100的方法呢是比较好的 好我们再看90几的平方 97的平方 这种更简单了 我们就直接用凑100 100 然后是94 然后距离呢是3 所以加上3的平方 所以就等于9409 最后再看一个98的平方 这样呢也直接凑100 上面是100 下面呢是96 然后距离是2 加上2的平方 所以直接就等于960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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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